好 镜头带你来看到复理湘民代表会 那么竞争花季呢是即将到来了 复理湘民代表会定期大会上呢就有代表 萧文龙提出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案子 这是当地业者希望政府能够解编土地 让部分临班地上的房舍能够合法化 也能够安心的来经营茶叶以及竞争产业 六十十山的竞争花海是花莲县著名的观光景点 不过复理湘民代表会定期大会上 代表萧文龙提出 当地业者希望政府能够解编土地 让部分在林务局临班地上的房舍合法化 然后这些临班地的农民 他从多了四十几年以来 从来没有收过任何的补助 包括农业的今天农业灾害损害 那当然房子的部分可能有 你只要有涉及那可能还有 所以他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农民几乎是被遗忘的 公所农业客表示 会迅速的来了解 现在林班地的状况 也建议居民可以提出用地使用证明 相公所一定会全力的配合协助 他们在用地的那个使用的证明 所谓使用证明就是说 他们在譬如说民国七十几年或六十几年 那时候已经有开始在使用 那其实当然这些东西可以透过空照度 甚至一些我们官方的一些证明文件上面 是可以呈现到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公所当然是可以 询我们预政的一个模式 来协助我们民众来办理这个 不办解编的一个动作 目前在国有林班地上 总共有四十二户的农户 希望透过解编的方式 让居民能够安心在原地经营金针花 以及茶事业 肖文柔也希望公所能够尽快来协助解编 记者高雄双不理箱采访报道